这些年,朋友圈频繁出现的一个字眼,那就是难。 尤其是步入中年的人群,降薪裁员,创业失败,投资爆雷的,更是屡见不鲜。 他们看上去生活安逸,可有时只是一阵轻微的风浪,就能将所有美好瞬间掀翻。 曾经有个朋友,三年前投资了实体店,结果赔得血本无归,他哀叹地说自己快活不下去了。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,洛克菲勒的儿子约翰,曾经因为生意上的失败,损失了一百万美元。 面对这样的打击,他深感挫败,便放任自己堕落。 每日不是疯狂许久,就是在家中唯米不振。 洛克菲勒知道后,对儿子说,如果你宣布精神破产,你就会输掉一切。 听完父亲的话,约翰如梦初醒。 他重新振作起来,再次投身于事业之中,最终铸就了属于自己的商业传奇。 讲完这个故事,我对朋友说,人这一生物质的窘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沦丧。 尤其是中年以后,精神一旦崩溃,人生就会濒临毁灭的边缘。 永远记住,不管面临怎样的困境,都不要让你的精神陷入破产的境地。 在中国的创业史上,有一个名字曾经引起过轰动,他就是毛侃侃。 毛侃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,从小就对计算机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。 他21岁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,23岁就拥有了千万身家,成为80后创业代表之一。 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,却在中年之际,选择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原来,在2004年前后,国内IT业的数字娱乐和网络游戏仓出不穷。 毛侃侃看准这个机会,成立了一家大型游戏公司,并迅速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CEO。 他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,这让毛侃侃的虚荣心得到极度满足。 可随着电竞行业的日益崛起,竞争也逐渐变得激烈。 毛侃侃的公司很难获得用户的认可和支持,市场份额一降再降,收入也日渐微薄。 昔日的光环逐渐在媒体的负面报道下隐去,毛侃侃的内心痛苦不已。 终于在2008年,毛侃侃的公司破产清算。 他眼见自己建立起来的公司,一步步走向灭亡。 无法接受现实的他,最终选择了放弃生命。 作家塔勒布说,很多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,就变得像玻璃球,一旦掉到地上,就会摔碎成一地。 人到中年,就像爬到了半山坡。 你总想继续攀登,奈何生活总是毫不留情地拽住自己,逼迫你不断下滑。 但失败并不可怕。 可怕的是,被焦虑与内好消磨掉心境,丧失重新开始的勇气。 事业的挫败,前途的波折,都不会直接让人生陷入绝境。 真正让生活变狼藉的,是一个人精神的崩塌。 内心的防线一旦失守,余生就在难有重生之日。 王小波说,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,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做选择。 人到中年,虽然生活的暴击总是接踵而至,但能否掌控自己的命运,就看你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眼前的不幸。 1994年,尘埃落定完稿,作家阿莱信心满满把他寄送到十几家出版社。 可谁能料到,稿件都被编辑原样退回。 此后多年,阿莱只能过着拮据的生活,但他不曾因此泄气。 而是继续每天写三次签字,再苦再累也会坚持。 多年后,尘埃落定终于被编辑慧眼诗珠,并一举荣获矛盾文学奖。 后来编辑和阿莱聊天,问及他多次被退稿的感受,他却淡然地说, 从始至终我从未绝望过。 想起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过的一段话,人是可以有选择的。 同样是经历逆境和苦难,坚强的人会变成挺拔向阳的向日葵, 而软弱的人则会变成阴暗潮湿的台阶。 若你每遇挫折便心灰意冷,生活便处处显得沉重不堪。 若你能用饱满的精神去应对生活的起落,那你遇到所有的拦路时,都不过是你向上的台阶。 作家汪增奇向来以淡雅闲实的生活态度闻名,但在他云淡风轻的背后,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经历。 生于战争年代的他,少是因战乱经常要躲避炮弹的袭击。 中年之际,又因为时局所迫,住过牛棚,遭过毒打。 面对生活的种种遭遇,汪增奇说,牙齿被人打碎了,没关系。 好在没有全部掉光,还能吃碎萝卜。 无论生活对他怎样蹂躏,他都不曾丧失信心,反而将挫着内化成生命的馈赠,更加积极地看待人生。 得益于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,他才能走过那段苦难岁月,最终迎来命运的新生。 笔书敏在书中写,我们要和命运厮杀,哪里能不受伤? 中年人的世界,谁不是在苦海中求度? 只是有人遇到困境,就心灰意冷,一蹶不振。 有人却能在苦难中自我疗愈,振作精神。 要知道,内心脆弱等不来岁月尽毫,只会遭到现实的大肆欺凌。 挺直几辆,勇敢地需熬过生活的苦海,未来才能出现新的转迹。 网上曾经有一个问题,在你的人生中,有没有哪些时刻是你觉得难以逾越? 一位博主分享了自己的亲身故事。 他的父亲突发重疾,几乎耗尽了家中的所有积蓄。 乌漏偏逢连夜雨,家中的生意也遭遇了严重打击,还欠下了几十万的债务。 那段时间,他既要为家中的日常开支而发愁,又要应对那些无休止的催债电话。 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年男人,在短短一夜之间便白了头。 有一段时间,他借酒浇愁,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。 直到某天,他无意间听到女儿低声问妈妈,爸爸是不是快死了? 他死了,我们怎么办? 孩子的天真话语,如同一记重锤,瞬间敲醒了他。 于是,他重新振作精神,决定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 那段时间,他做过繁重的建筑工作,摆过街边小摊,甚至接过日街的传单工作。 他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,几年后竟然还清了所有债务,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。 那段曾经黑暗无光的日子,终于熬了过去,幸福也总算敲响了他的大门。 人的一生,美满与欢乐先有,坎坷与挫折才是常态。 逆境之中,不沉溺于哀愁,而是重振精神的人,渐渐地都活成了生活的强者。 艺术家马三立早年在天津书相上,一路上受尽了艰辛。 他被伪军山耳光,被戏园自老板骗钱,被地痞流氓讹诈。 但即便如此,他也不曾灰心丧气,反而愈发努力,最终靠出色的口才出现在大众事业里。 余敏红在半代之际,遇上了事业上的重大打击。 可他依旧能触敌反弹,转行卖玉米,苹果,花生油,终于在坚持了许久之后,又凭借直播卖货,闯出了另外一片天地。 作家哈金说过,其实人和人,到最后的区别,就是这一个一个的坎。 你能不能熬过去,过去了你就不一样了。 中年人的世界,总是有尝不尽的苦辣心酸,体会不完的沉浮气落。 如果内心不够坚韧,就会被困在苦难和挫折里,慢慢走向崩溃。 而当你的灵魂足够挺立,那么即便前方总有万众巨浪打来, 你也依旧有扬帆在起的勇气。 就像李小姨所说,很多人跌跌撞撞走在风雨里, 即便生活支离破碎,也咬牙继续,这就是自己撑伞的力量。 真正的强大,是不管经历多少心酸,依旧有抬得起头的精神。 当你跨过眼前的难关,终将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。 小说《新剧》里说,年纪欲势上去,于是靠一口气吊着。 气一泻,人就塌了。 人生后半场,活的就是一股精气神。 可以接受现实,但却不能被现实压垮, 可以选择暂时低头,但绝对不能向命运投降。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,都不要让你的精神破产。 当你跨过人生低谷,熬过黑夜漫长, 那么接下来的余生都将是一片坛图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我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